根据房地美公布的最新数据 美国30年期固定利率平均飙升到5.78% 55个各基点的增长是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州涨幅 而今年同期平均利率只有2.93% 昨日美联储批准了自1994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加息 并暗示今年将继续于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加息 以遏制处于40年高点的通货膨胀 官员们在周三结束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上 同意加息0.75个百分点 这将使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升至1.5%至1.75%的区间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15年期固定利率的平均值飙升至4.81% 一周以前15年期的固定利率为4.38% 而一年之前为2.24% 五年期的可调利率平均值上升至4.33% 而一周前五年期可调利率为4.12% 一年前这个数值仅为2.52% 业内人士分析 抵押贷款利率飙升是源于美联储的暴力加息 为了遏制通货通胀 美联储的目标提高了75个基点 这是近30年来最大的增幅 在宣布之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 美联储致力于通过继续加息将通货膨胀降至2%的目标 自今年1月份以来 美国房贷利率大幅上升 购房者发现房屋更加难以负担 通货膨胀侵蚀了他们的实际收入 借贷成本的飙升也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 利率的上升继续对抵押贷款的申请数量造成影响 尽管上周的申请总量与前一周相比略有反弹 但与一年前相比 申请量下降了50%以上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